大家好,我是王朵,是一个演员 最近有很认真的在剪纸 每天确保有运动量,功夫的有氧 确保自己呢,可以维持一个好的基础代谢 也让自己心肺功能恢复一下 就变回原先那个石垂梦的大猛男 在我这么不懈地努力下 当然饮食也是很克制的 于是那天我经理人看到我了 说了一句,哎呦,瘦了呀 他表面上是云淡风轻地说 但我从他那个语气和他微表情里面 似乎察觉到了一丝心疼 一个成熟的艺人 绝不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 或者说让自己身边的人过分地担忧 我也是产生了一丝自责 就觉得说怎么可以把事情做成这个样子 让他感觉到心疼和担心 于是我今天决定补一补吧 别让身边人那么担心 今天我就开启了咱们这一期的 我吃,你看,还一台又路可 今天吃点啥呢 吃个面条吧,我一想 天啊,人家都那么心疼 好久都也没吃面了 我就来了一碗面条,大家看一下啊 肥肠拌面 外卖点过来呢,是想要看着有点质感一点 高级一点 因为他那个外卖盒实在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排面 先把这个面拌一下,外卖送来稍微有点坨了 这香气已经非常扑鼻了 这个也是有热的没吃热的,的确是 拌面的技巧都生疏了 你说平时得多努力,我才能给自己这个拌面技巧弄生疏 注重营养搭配的我,肯定不能只吃这个碳水 因为这个大量的碳水加上肥肠的那种脂肪 不然自己营养不均衡 于是呢,我加了一个红油堵丝 补充些许的蛋白 当然啊,这个面我是怕它送过来 活了它容易拌不开嘛 然后你拌不开影响食欲了 然后再浪费了,不太好 所以我加了份弯杂 刚才这个弯杂,它是很浓的 加进去之后会让原本面的口味变得寡淡 于是我又加了一个肉酱 不小心把油弄进去 那么这个东西都加了之后缺少青菜 我加了一个扣包蛋 底下是那个改死的小绿叶菜 光吃这些肯定不行 你看那个卖就是嘴巴里没什么味道 像是我加了一个鸡杂的焦头 然而这种东西都不会浪费掉 这顿吃完还有下顿,对不对 这是我现在蛋好的这个面 我卡不住了,我开动 古人云的好 这个吃面不吃蒜 就纯纯大小蛋 但是这个外卖我给它背书说拿点蒜 但它给我拿的非常的少 给大家看一下 一共这四颗,我加的放在这里 这样我们的餐就齐了 我开饭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和那个熟悉的味道 来一口 吃一口面一口蒜太好吃了 嗯 吃一口面一口蒜太好吃了 嗯,不要命了吗?这是 我本来想拿一口菜根本控制不住 就想炫面 哇,太香了 口感极其的丰富 而且我没让大家做少辣 大家有一个选项是少辣 我要让人放的正常的麻正常的辣 力度也刚刚好 非常的贵 这位学校,红油堵丝 来一口堵丝 我也真是饿了 来一口啊 这个红油真的炸的非常香 不辣 不是那种 这份快乐 是由内而外的 这油日子没那么大口炫面 惶惶造饭 这种补迹后果的吃法真是令我着迷了 来个鸡蛋 补充点蛋白 在那 在那 在那里边差了点 这里边的蛋黄 人家竟然没有全都还有 在面前看着 非常多 在那里面里有点 有泡浆的酸酸辣辣的感觉 因为我这个人 纯纯一大梦男 你知道吧 铁汉柔情那一套 我很少整 我都是咋 有什么事拿行动来说话 也不太喜欢花饼 也更不会给人心理上的慰藉 吃这个饭的原因 主要是让你视频来说话 在那里面的形式告诉我的经纪人 真的无需太为我担心 我自己对于健康啊 和这个职业上的对自己的要求 心中很有数 你说你这给我担心 我看到你心疼我了 我就得用一顿饭来回馈你 那久而久之 你说我简直不总得失败了 就是大家合作这么久了 这点默契是该有的 但是你总为我担心 我这么让人省心的一个男演员 你说你何必啊 嗯 你看你何必 准备我 好 那个鞋 我先把这两碗放过去 一个肉酱 一个弯杂 自己煮点面 又是一顿弯杂面 嗯 谁能算过我呀 你说 我多贵呢 我 老鬼了 嗯 这来口红油肚丝 因为它都是红色的 闪着这边 非常多肚丝 咱吃什么 这没多长 底下垫底的是黄瓜丝 真是一步小鲜 又吃完了 在底下啊 我就不空口善了 因为实在太咸了 再来口六月菜吧 结束今天的 心灵慰藉活动 吃不错 还挺饱 他说的收一下 真太满足了 你不知道吗 我满不满足 其实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我这人一向都是把自我放到很后面的位置 别人敢说 很多时候在我看来要比自己更重视 所以呢 我不吃也就这么回事 希望你此条视频 可以让那些担心我的人 不要那么担心 就是用这条视频告诉你们我好得很 我没事 尤其是我身边的人 因为他们生活在我身边 我每天都看到他们 稍稍对我有一些 挂念 担心 烦忧啊 心疼啊 其实我自己心里非常自责 特别不好受 饭也吃完了 又为了 我们的心情 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场 我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所以那就希望这个视频被摆录 我身体很好 哎呦 有点臭义 那今天我就录在这 录到这了 然后呢 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 祝你们也可以 胃口非常好 努力为自己的状态 多多着想 这样的话能让自己身边的人可以省心 行了 就说到这吧 我就整个冰棍去 拜拜 大家收看 再见